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月9号 2020年的1月9号 今天是2020年的1月9号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今天又创新高 但是呢 九软序列可以之后一个交易日啊 你看我们昨天前天 为什么说周五啊 没说今天呢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它可以提前或之后一个交易日 那你要是 但是它不能之后两了 对吧 九是在周三 到周五就就就就无效果了 这是九啊 这是九 九是在周三啊 到周五就没有效果了 好吧 所以周四 今天周四 它相当于之后一个交易日 9月9号那天也是之后一个交易日 目前呢 它可以之后一个交易日 就是今天 九还是有效的 我们说回避这个地方的九 除了昨天八号 九 昨天八号 序列八 七号 以及今天 这都是要在九的序列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说 我说这几天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注意防范一下的 但明天基本上呢 能判断出这个九是不是有效果 明天能够判断出这个九是不是有效果 大家耐心一点啊 咱们这个按理啊 敦化消失是在这 是在这 对吧 这一天啊 这才这三天 对吧 敦化消失之后才三天 我们还是要为了回避这个地方的九 就是说 理论上呢 应该买入 你要是买入 不违反规则 可是呢 我建议大家呢 回避一下九转序列的日限高酒 因为一年能出几次 上一次还九月份呢 一年能出几次 好不容易这出了一次 我们注意一下 注意一些细节 今天还在九的效果范围之内啊 将来什么时候九失效了 我们找一个低点买入 买回来不就完了吗 对吧 所以你要是提前买啊 比方说我就不等九了 我就买 没问题啊 没问题 规则上没有错误 规则上没有错误 我只是建议大家回避一下这个地方的九 回避一下日限的 我怕这个地方有日限高点嘛 回避一下日限高点的可能性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你要是觉得我们的建议不行 你就按自己来好不好 你别决定了干什么 然后将来你还埋怨 这不好啊 这不好 这才难到哪儿啊 这个1月6号出这个这个消失之后 这才没几天啊 就是为了回避这个九 这个九还你还不代表这个已经失效了 是吧 好 也也不是说这个阳线实现 这个明天再出阳线就代表酒失效啊 大家看这张图啊 看这张图 这九十分钟线啊 九十分钟线啊 九十分钟线前面动画消失了 对吧 但是九十分钟线有可能形成新的动画 但级别不大 注意啊 级别不大 呃 但是明天不会有啊 明天不会有 周五不会有 所以估计是下周 得得到下周了 得到下周了啊 大家耐点 耐心点啊 6月份以来的日线五浪末期吧 这个沧海一例问的 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 你没发现这个五啊 这个五浪啊 有一点 速度有一点快吗 日线的五浪速度有一点快 所以呢 它有可能是处于一个鼎盛时期 倒不像是衰退时期 一般五呢 就是说前些天呢 我们可以判断五啊 就是在日线结构 大家看这张图啊 在日线结构的时候 就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可以判断是五 就是速度 这个时候速度还不快 对吧 然后现在就加速了 所以我们也担心日线走五 所以才建议大家卖掉的嘛 也符合规则 日线结构形成也符合规则 但是呢 这次的一加速呢 跟三浪上升的级别差不多了 你们有没有用三浪和五浪 进行一二三求四 我这个探查咱学研友做的一个 因为一二三求四 已经是很早很早 沧海一速 沧海一速 好吧 好好好 我们不说这个了 不说这个了 所以我刚才说的呢 它还在范围之内 还在范围之内啊 酒序列在序列的这个范围之内啊 就是酒它可以提前一天 可以之后一天吧 然后呢 要观察一下明天 主要是明天是吧 观察一下明天 高酒时效就择机 找个地方买进去 我跟大家说过啊 我说你不用担心 我会给大家找这个点的啊 找这个点的 别着急啊 别着急 也不一定是明天 也许是下周啊 我估计下周的概率大 但是如果明天是阴线呢 就代表这个酒的效果 可能还存在着 对吧 失效了买回呗 失效了买回呗 花的线还在用吗 那个通道线啊 它已经突破了啊 突破了通道线 不是在收盘附近买回啊 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我说到时候我会明说的 因为你还得看一下 90分钟是不是有端话呀 或者结构啊 你到收盘的时候 我不说了吗 再说 对吧 收盘的时候再说 其实啊 就是说我昨天说那个 大家可能没有仔细去想 就是你如果买的位置比较高 就是说 呃 它是买回 但是呢 你比方说九转序列 要是在这个地方你买入啊 大家看着啊 在这个地方买入 上一波呢 倒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持股的状态 无非就是高点 不给你结构跑 对吧 但是你如果追到高点 出现这么一波的市场的下跌 很多人就会觉得 这个正好买在高点上 所以九的不管怎么样 这个九转序列的高九 你要回避一下 好吧 非常坚决 建议回避 当然 你不回避 我就买入 也没毛病 符合规则 我只能这么说啊 这几天一直这么说的啊 符合规则 好吧 耐心一点啊 耐心一点 问题是利好了呀 你甭管利好还是利空 对吧 昨天说这个 这个 每一局是紧张的 导致下跌 今天每一局是又好了 那明年可能又紧张了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价格是包容一切的吗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序列的话 我们1月6号就进去了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九转序列的话 我们1月6号就入场了 好吧 耐心一点啊 耐心一点 你看啊 这个1月6号理论应该入场 然后1月7号 阳线的时候大家受不了了 1月8号跌下来就受得了了 1月9号阳线的时候又受不了了 这哪能这样啊 哪能这样 我们说回避一下这个九 1月6号的时候就说了 对不对 大家想想对不对 那现在还在九的势力范围之内啊 耐心点啊 它现在最主要就是分化是吧 上证指数的话 是吧 上证指数 这个深层指 创业版指数 深层指最强了 上证指数 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优势还很大 也就代表了 至少还有很多个股啊 优势还是很大的 不用着急 不用太担心 不用太担心 耐心点 耐心点 这只是日线结构形成之后的顿化消失 将来大家也会遇到顿化消失的 你之前没遇到 你像整个2019年都没有出现顿化消失 没有 你月4号一次结构筑底 4月8号一次结构筑顶 然后6月6号又是一次结构 他不用 没出现顿化消失 但是没出现顿化消失 并不代表他不会出现 那这次就出现了 这次出现的 就是按顿化消失 就做来讲 应该买到1月6号 但是1月6号呢 又有序列 对吧 就7了已经 然后呢 距离初九 马上就俩周期了 我说等一等呗 你就再忍不住 再忍不住 再忍不住 你还能差这几天呢 对不对 好不好 大家不要忘了啊 2018年的7月25号 我们也用过一次九转序列 也做的差时 7月25号 精确卖在高点 当时还没有结构 对吧 还记得吧 九转序列不是说这一次才用 你说 我们是为什么呢 大家想想我们是为什么呢 我还是担心有些人 本来目前这个位置啊 我觉得老学员没什么问题 新学员在这个位置 承受力就不好 然后就很慌 慌的一团 对吧 慌张 慌乱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如果再买一高点 你就别说今天涨啊 就是昨天这一天跌 你前天要买下去 昨天这一天的跌 你可能就受不了了 对吧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咱们呢 相对来讲呢 就是耐心点 你只有耐心才能够 找到一些相对来讲 比较稳当的点 昨天为什么不买 昨天低点为什么不买 有人知道吗 如果九转序列管一天的话 那还叫九转序列吗 对不对 是这个道理不 通常是14天啊 14个交易日子的调整 但我呢 就觉得我们可能不用等14天 中间可能就会先入一部分 然后到第14天或左右的时候 我们在择机再入一部分 是分两批嘛 这昨天定的嘛 是吧 耐心点啊 耐心点 细节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这样很难受 但是假如说你在高位追进去 将来更难受 将来会更难受的 我认为近期不会出现单边上升啊 就是这个2020年整个都是震荡上升 不像是单边下升 不会是单边上升啊 它不具备单边的基础啊 不具备单边的基础 再一个呢 未来啊 中国股市的未来 我在去年就说过 是一个大的分化格局 有的股票好 有的股票差 有的股票未来还会创新低的 未来还会创新低的 就是它应该是两极分化 越来越分化 有人说分化不对 分化不正常 你看 就原来我们的A股是不分化的 是吧 大半涨一起涨 大半跌一起跌 但除了A股以外 恒生指数啊 就是香港股市啊 这个台湾股市啊 然后这个韩国股市啊 欧洲 美国 全都是分化的 就是尽管股市好 它只是成分股嘛 我说今天说 我说深成指啊 它成分股选得好 所以深成指强 除了成分股以外 其他的股都挺弱的 那斯达克尤其是 最近中概股还好一点啊 前几天那中概股跌的 还不如补上市呢 是吧 还不如补上市呢 跌到那个 我有一朋友持有一个美股的中概股 他实际控制人啊 他的股票市值 比方说三亿美金 他公司账上的现金是五亿美金 大家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就是跌到还不如补上市呢 那老师说选股不重要 第一先择实 第二选股没有那么重要 没说不重要 你看我们如果用天时选股的话 你如果选金三胖的话 金三胖能差到哪去 你告诉我 如果你用天时选股里边的价值优选 它已经在三千多注 将近四千只股票 给你挑出钱百分之五 基本面好的 你说它能差到哪去呢 就是它已经筛了百分之五 刨去掉了百分之九十五 再加上近期 比方说这个领长龙头 就代表这两个加起来 这近期活跃的 基本面不太差的股票 对不对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逻辑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担心选股 你说这个选股很重要 把差的回避掉啊 当然我们这个选股 都是根据业绩报表 得出来的对吧 那如果业绩报表造假 就像那个 是吧 康总是吧 ST康总是吧 那你也没办法 那业绩造假 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 好的啊 好的 一季度吧 一季度是超跌 超跌 其实选股特别简单 你就买超跌股就完了 每次超跌 我都建议大家买超跌股 对吧 现在这里不是超跌 我一再强调 我说这里不是超跌 你就比方说近三胖 我还说 我说进攻的时候 你多买证券 房手的时候 你多买银行 对不对 想起来了吗 这个未来 我觉得这个 大家会明白这个用意啊 那不是超跌股 你干嘛非得买超跌 你说现在 很多人想买 纠软序列D9 天使权物理D9 长成这样了 你还找D9 那现实嘛 你还找底部结构 你还找超跌 你找出来的超跌 是不是都地雷股啊 都雷区啊 才能变成超跌股 这个逻辑是不对的 对吧 我们说 让大家做超跌股的时候 是因为大盘都超跌 整体超跌 现在你看这大盘 你干嘛找超跌股 说实在的 老师对这里不看好 你不要给我下结论 行不行 想码180 行不行 你不要给我下结论 好吧 退市的超跌股 D9 别闹啊 别闹 从哪里能看 适应率TTM 适应率和 经济产收益率的TTM 在机油龙头功能里 90分钟四浪回调 已经失效了吧 失效什么呀 可能还没来呢 不回调 直接上去的可能性大嘛 有可能性 但不大 因为它的能耗会很大 所以涨涨跌跌 涨涨跌 震荡盘上 这个能耗是最小的 有涨有跌 不会只涨 也不会直下跌 对吧 你看去年咱们抄跌 也是这样判断的 我说不会直下跌 我惹老师生气了 想码180 你不乱说话 就是心疼老师 好不好 我怎么想的 你怎么会知道 还惹你老师 你惹老师生气了 你要不想惹老师生气的话 你就别说话 行不行 我对你就这个要求 老师不记仇 是 明天我都想不起来了 所以我这个位置 就说一个事 我说回避一下日线高酒 那要你 我还做了个图 大家看这张图 大家看图 那你要是买到这个位置 你说你是不是很痛苦 将来会很痛苦 对不对 如果买到这个高酒 这个高酒 现在又高酒了 是吧 回避一下 等一等 行不行 耐心点 行不行 一天两天 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好不好 就是你要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如果这段时间没做上 结构消失 结构形成到钝化消失 这段时间没有做上 我觉得这是合理范围之内 按规则就不应该做上 这叫做合理范围之内 但是假如你买一个高点 然后又回调之后导致你损失了 那很多人心里会更难受的 所以我们只是说回避现在 并没有说不买 所以买这个动作一定会执行的 好不好 这不用多想 买这个动作一定会执行的 还是要买的 老师真耐心 咱们有些学员啊 他其实没有啥坏心啊 就是这个心里难受 然后就就想发泄一下 就想说出来 能理解 但是不提倡啊 你说一句 他说一句 本来有很多学员是中间那个 就是听完我讲课 就站到我这边了 盘中呢 大家一那样 可能就又开始站到那边了 他是摇摆不定的 所以我一直在劝 其实我在说什么呢 就是这部分人是比较担心的 老学员我担心的什么呀 他啥没见过 天空飘过五个字 这都不是事 对于老学员来讲 我一点都不担心啊 很多心血员他就他总是摇摆 对吧 总是摇摆 我跟他说 我说你不要摇摆 摇摆是问题最大的 你还不如一条路走得黑呢 他说能听我还费这么大劲吗 对吧 昨天觉得有道理的 今天又冒出来了 那可能明天又觉得有道理了 这哪能这样 好吧 不多讲了 15点58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